请卫生福利部林副司长 我们就是虐儿的事件越来越多 那当然手段也越来越残忍 那我不晓得说我们在这个保护的这一块 对儿童保护的这一块 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儿童的保护网到底 防护网到底有没有建构起来 因为通常这些的额虐的事件 它都不会是一次 也不会是一天 通常都是长期 而且它的手段是越来越残忍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它通常也不是一个 在密闭的空间只有虐待它的人 跟那个儿童 其实是旁边还会有其他的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那个通报的机制到底是有没有 那另外的就是说 好当它通报之后 社工的介入的情况 就是为什么这些儿虐的事件 还是层出不穷 而且都是那么的残忍 然后呢还会定来 让它能够得逞 还把孩子虐待而死 我不晓得这到底 是哪一个缓解出了问题 是谢谢委员关心这个儿虐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可以说 就是在儿童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我简称儿少全法好了 就儿少全法里面 其实我想我们对于儿童的 从这个通报 到他的一些这个救援 安置服务 后续 这整体的一个 对我们在法律的建制是很完整的 可是为什么还这样的发生 是不是在执行上出问题 是我想针对 委员也长期关心 我们这个儿虐的 这个相关案件的 还有我们社工的服务 这一块领域 我想大家都很了解 就是说那个通报案量 其实是因为强制通报的关系 所以是逐年在成长 那我们的以社工人力 跟资源来讲 我想我们再怎么样努力 每一个人手上案量 大概都是非常的沉重 那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做的 其实我们已经从 尽量从这个最前端的预防部分 让所有的网络 还有所有的全民 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一起来关心 所以在通报这一块呢 事实上把责任通报人员也列进来 那我们不断地宣导113的部分 也希望一般的社区民众 或者是其他的 所有的人只要窒息 或疑似有这样的案件 都赶快来通报 那这个通报量所以会逐年成长 那请问一下王浩的事件有通报吗 有人通报吗 王浩事件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723才 去年的7月23改组 那过去这个案子是在儿童局时代 我请我们的同仁来 是哪一位可以帮忙 我们的那个专员好吗 是 委员好 王浩的案件有通报 有通报 那既然有通报了 他不就是被列入到这所谓的 高危险的家庭了 为什么还会被虐待致死 这个事件就我们的了解是 他是事情发生之后才通报 事情通报 事情发生才通报 可是他的事情不是 他的发生不是只有一天的 对他的宁愿是长期的 那在这长期的宁愿的过程里面 都没有人通报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对于这儿虐案件有一些 因为是在家庭当中 其实那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一直也期待 就是说多一点人来关切 那这个案件是 已经虐待致死之后 才接获通报 那所以我们是 只能协助后续的工作 那目前对于这个儿童虐待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在发展一个 叫做SDM 就是对于一个决策术 对社工只要接获通报之后 他其实是从这个孩子的身心 各方面去做判读 看这个孩子 事实上他有一些外表看不出来 但是呢 实际上他可能已经在被虐待了 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发展 这样一个决策的这个指标 让社工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获通报 马上看到孩童就立刻做评估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案件 不要说到后来大家才来遗憾 那希望在第一时间能够 社工介入的时候 就马上能够做最有效的来处理 那您觉得说 对于这些儿虐的事件的这些人 全部判处死刑 你觉得就能够恶阻 您这个儿童的事件吗 报告委员 因为这个部分 儿虐的原因非常的复杂 不是每一个案件 都是用一条法律去可以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儿少权法已经定到这么多条 一百多条 可是还是有一些事情 是没有办法用法律来解决的 所以是教育嘛 对不对 就是说整个一个社会的人权的观念 那以及呢 就是说对儿童的保护的观念 就是说整个一个 然后整个一个社会的暴力之气 怎么样去削减下来等等 这些事实上是应该全面去宣导 然后去教育 那以及呢 我们现在的家庭的功能的一个视为 我想这些呢 每一个人生活的非常的紧张 自己非常的焦虑 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变成去找比他更弱小的人来发泄 我想这些种种的问题 对 必须要去找到这些的问题的根源 去找去解决吧 是我们现在这个在教育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跟结合教育部相关单位 学校的部分 我们其实都一直在不断的能够希望透过教育这一块先改变观念 那社区的部分我们也是也是一直在加强 我们一直有一个所谓的亲子教育的这个家庭教育法 这个到底现在是怎么样 到底有在执行 家庭教育法目前是教育部主管的法规 对对 但是我想这一块我们也是跟 也是透过教育体系 大家一起来合作 它是一个网络的工作 好 那这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这一块能够加强 因为如果说儿童皇户王这一块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讲说 这个乱是要用重点 可是事实上重点 当你找不到人 当你在前面应该要通报不通报 等到孩子死了再用重点有什么用 是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还是真正要胜负重任的 是我们预防的工作我们会再持续加强 OK好谢谢 那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吴次长 吴臣次长 游委员好 吴臣次长好 那个在这次的游委员呢提议说 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些的 领略儿童的这个事件呢 也把它放入到第91条之一的这所谓的强制治疗 那我不晓得说对以 因为它原用的是我们对性侵害的这强制治疗 那现在对性侵害的强制治疗的这一块 目前的成效如何 目前如果有裁定要强制治疗 我们当然都会依照现行 我知道你们都有去做 我是说你们对它的治疗的效果 是不是有做过评估 那另外就是说它所谓的治疗 到底是用药物还是用身心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治疗 我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矫正署 是矫正署的 那个黄组长 那个书医 你们是不是来说明一下 因为他们比较实际执行的 那个矫正医疗组 好那是不是能够面试见的关系 老部矫正医疗组 黄组长 跟委员报告 我们就11条这个性侵的 在台中监医院的医院在那边做想治疗 目前患者剂有16个 那16个就是说已经 你说整个性侵害的才有16个 不是就是已经 已经等于是说 你说治疗好的 治疗完毕的患者剂有16个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再犯 没有再犯 是的 那你们在所谓的你们的治疗 是治疗什么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 治疗是这样子啦 是有一个 刚刚来时的说 是有一个综合评估期 综合评估期 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 整个资料重新再还一遍 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大概就有一些课程交易 那些心理医师 社工员 或是医师 或者说心理师都进入 跟他各谈 各别谈谈这样子 慢慢这个时间大概有七八个 那晚了以后 那经过一个会议 他们每个大概有召开一个会议 那会议的话 在决定说 这个人 到了这边时间呢 经过一两年的评估了 可不可以出去 那我们再做一个决定 大家是找外面社会专家来做的 所以你们就是只是会谈而已 还是 就我说 我说你们现在的治疗的方式 有哪些啦 就是 跟委员报告过了 我们大概有找那个 心理的医师进来 心理师也进来 社工也进来 那大概有做一些 比如说一般的一些课程 也有教导他们 这样都在做 所以就是 跟他们在啃谈 对 在做这样子 就等于 比较是心理资商 是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 那 那所以你是说 那些有十六个人放出去 到现在目前没有 那这些人是不是 是出饭的 还是怎么样 他们都是出饭的 比较多 都是出饭的 对 那情节很轻微的 这部分来讲 大概都很慎重 很慎重 那您对他们觉得说 对领略儿童犯罪的这些人 也把他放入到这个第九十一条之一 也一起治疗 有没有效 你觉得效果会如何 这个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东西 A物上 这个A物应该是 属于强制治疗 A物 应该是属于医疗的专业 那我们现在 撇得医疗专业 这个是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摆进来 应该问一下 卫生福利部的意见 比较好 那已经有委员提案了 那你们的 你们的相对的 就是说 你现在要放到九十一条之一 你说应该要问相关的单位 那你们去问过了没 因为他 强制治疗的场所 是在 把这个公私立医院 公私立医院的话 顾名思义在去 就是等于是 卫生福利部来主导的单位 因为这个 刚刚跟委员在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 委员还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 强制治疗人数 慢慢的累积出来 你说移到卫福部去 对 现在已经累积到 我们已经摆不下了 这个东西 你这个事情 要一个解决的话 可能就是要 卫福部来 来评估这个东西 那卫福部 对 卫福部 林副市长 说明 这 这归你们吗 还是归谁 今天因为是 我们的心口师 心理及口腔健康师 他们今天没有来 那没有来 对 那不过这个部分 其实心口师跟法务部这边 一直持续的在努力当中 那因为 这个强制治疗处处 这个心口师有没有问题 这个心理跟口腔师 对 因为加害人处域部分 是心口师的业务 加害人处域是心口师的业务 是 那一直在努力当中 但是因为有困难度蛮高的 那我想心口师这边 因为今天没有来 我没有办法带他回答 好 谢谢 那我们的这个吴臣次长 那请教一下 就是说 那您对委员所提的 九十一条之一的看法呢 我们的看法是因为 九十一条之一 本来是针对 性侵害的部分 来示意强制治疗 那如果 这个 对于虐童的 这些加害人 他有 保安处恩的必要 应该不是放在 九十一条之一来解决了 那你觉得应该放在哪里呢 因为这次没有 没有条 没有修正其他的条文吧 我们会来研究 如果需要 事实上 我们 事实上 我们在书面报告是 有提到 如果是因为酗酒 药饮 那可以依照 八十八条 八十九条来施以境界 那如果是因为缺乏 亲子教育或分音失调 而造成的这个结果 那是不是需要 用保安处分 来处理 那这个是有疑问的 所以我们认为 要分别不同的情形 来 适用不同的法律 或者是法条 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不是放到九十一条之一 因为九十一条之一 是专门处理 性侵爱的 这些加害人 OK 那通常 就是说 儿虐的其实有很多 都是他的亲人 甚至自己的父母 是 所以呢如果说用九十一条之一 变成要把他的刑期 又再更加长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 嗯 更加重 因为二八六不一定是零月致死 是 所以孩子其实还是在他们的 这个家庭的功能里面 所以把其中的一方 把他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这是公 如果是家庭功能失调 这个应该是 其他的法律来处理的问题 不是在刑法里面处理的问题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说 大家一直认为说 但是要用重点 用重点是不是有效 其实 我们法务部的立场是 要罪行均衡 嗯哼 不 不要说因为 这个某一个时期 发生某一个特定的案例 我们就要加重某一种 行为的处罚 这样子是不好的 因为这样子就让 这个行为恶性的评价 会产生 激心激重的情形 那这样 破坏整个刑法的体系 那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对儿童还有老人 他的生命的价值 有没有比一般的人价值高 如果依照平等权 当然其实价值是一样 不过为了要对儿童 对这个少年 或者是儿童 这个或者是老年人 在特别的保护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儿童及少年 福利及权益保障法 是有特别的处置的规定 那对于老人的部分 我们有老人福利法来处理 事实上 这个不是在 我们在刑法里面 要去特别处理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生命是等值的 其实生命都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 就是说这些的儿童 或是老人 因为他们比较缺乏 自己能够保护的能力 所以对他们要再 有另外的法律 来特别保护 是 对于广告